记者了解到买卖和使用假冒发票是犯罪行为 公安部表示个人使用小额假发票 如果达到相应立案标准 可按逃避追击税款罪等不同罪名来处理 北京台报道 轰动全国的呼和奥特11期月遇案审讯工作紧张顺利 警方表示28日将把出身结果向上级汇报 据呼和奥特市警方介绍 袭警月遇案中除一人在警方追捕过程当中被击毙以外 三名落网的月遇逃犯涉嫌暴动月遇罪 故意杀人罪等七项罪名 据了解四名月遇逃犯共同预谋月遇已有一年之久 此前有报道称逃犯李鸿斌是此次月遇事件的主谋 呼视公安局局长表示 现在这一说法还不能确定 目前警方正在对犯人的证词进行互相印证 以确保审讯的准确性和真实性 据了解警方出审目的是为了固定证据 并以此确定罪名 为下一步的核实证据做准备 案件还有很多不确定性 目前还不确定落网的三名犯人 是否会将责任往被击毙的月遇逃犯高博身上推 另外呼视公安局局长介绍 四名犯人月遇时 是先在车间里捆绑了徐警官脱下其警服 其后一名狱警在与犯人的搏斗中被杀害 28日警方将把出审结果向上级汇报 因在此案中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 呼和浩特第二监狱党委书记 监狱长张和平被免去职务 同时该监狱党委副书记刘建斌 和副监狱长邓建设 孙玉龙王建平等人 受到停止检查处分 据呼和浩特市警方介绍 罪犯在监狱内策划和实施 越狱杀害预警的行为 涉嫌暴动越狱罪和故意杀人罪 越狱后 他们实施的犯罪行为涉嫌五项罪名 一是抢劫监狱门外的出租车 和车内乘客700元的行为 涉嫌构成抢劫罪 二是由身着警服的罪犯 以公安民警名义 拦截征用出租车 涉嫌构成招摇撞骗罪 三是为逃跑 抢劫农用三轮车 涉嫌构成劫持车辆罪 四是逃跑中劫持一名人质 涉嫌构成绑架罪 五是在警察抓捕中 附于王抗刺伤民警 涉嫌构成故意伤害罪 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中 北京台报道 来关注股市 本年度最大解经红风 今日到来 今天护生股市双双低开 大盘震荡下跌 护止全天跌88点 11点逼近3000点 随着2360亿股 首发原始股东限售股的解禁 全球最大市值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今天进入全流通时代 并一举成为 A股市场流通股市值第一的公司 由首发原始股东财政部 和汇金公司持有的解禁股数量 是此前工行A股流通股本的近16倍 占A股总股本的94% 若以工行26号 每股5.22元的收盘价计算 该部分解禁股的市值 约12319亿元 约占A股市场总市值的5% 此前工行多家股东 均做出减持或不减持承诺 这说明公司长期投资价值正在呈现 这一部分股份主要还是有的 汇金公司和财政部持有 那么从他们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么减持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 我看来大家说明公司继续 我看来大家说明公司 我看来大家看来